蓝一南拉开车门正要上车 这时路过的黑衣男子竟变身扼煞 一个剑步冲上前把人往车内押 埋伏的同伙立刻出现助阵拉扯暴打 第三第四第五名共犯 瞬间从四面八方一涌而出 原来蓝一南市民土地开发商 遭被锁定当街遭枪压炉走 要开车被人家炉走 人家在这里埋伏 从驾驶座被推到副驾 黑衣人怕出状况又逼迫对方坐到后座 光田化日抢走兵士压走开发公司老板 先带往新店山区焚烧车辆制造断点 再换车掳往三峡山区猛眼囚禁 长达二十天 最后直接把人丢包路边 被害人自行走下山求救 人家很厚 他来家调监附近 五十岁的周姓开发商 在双北地区有多起开发案 上个月疑似因为金主怀疑私吞 两亿多元资金 还向银行转贷一点三亿 遭到嫌犯炉走歇迫还钱 大热天的穿长袖 不正常啊都穿黑色的啊 会赏人就对 不知烧车狡猾嫌犯还骑车逃逸 警方巡现在机车置物 想找到被害人钱包 采集冰浪扎 比对DNA后锁定犯嫌 发现他们竟卖了六十多张 一副卡彼此联系后就关机换卡 支出这莆田盖地的正密路人网络 绑匪境全都还在漫街 怕怕燥 警方正愁思剥茧追踪他们的去向 记者姚立强黄玉兰新北市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 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 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带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